現在就想教大家如何砌P字 首先是大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另一個大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平衡四邊翼 然後到小的等腰三角形 再到另一個小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中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最後做到正方的 好,那我們就完成了P字 現在就想教大家如何砌P字 首先是大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另一個大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平衡四邊翼 然後到平衡四邊翼 然後到一個小的等腰三角形 接著到中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最後做到正方形 好了,我們就完成了這個p字 現在就想教大家如何砌p字 首先是大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到另一個大的等腰三角形 接著到平衡四邊翼 然後到小的等腰三角形 再到另一個小的等腰三角形 接著到中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最後做到正方形 好了,我們就完成了p字的了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就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